C-Shop 应用程式 大家好,我们学习的C-Shop 应用程式呢 它其实执行的环境会有两种 那其实上用C-Shop 开发的应用程式 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 比如说手机啦,平板啦 或者是说Xbox 360 那当然我们最常见 可能是在我们Windows 的作业环境之下,就是所谓的PC 那常见的应用程式呢 可能你们看到一个人机界面 就像Office,像PowerPoint 那它其实有个视窗 那主要我们是透过滑鼠人机界面 跟它打架到,那这类的应用程式呢 我们称为叫Desktop 或叫做Windform Windows Form 那个名称稍微跟大家描述一下 我们常见的应用程式,有人机界面 我们称为叫Windform Windform的应用程式 那它意思是,它就是有一个人机界面 有一个视窗啦 你可以把它关起来,再把应用程式执行结束 那另外一类应用程式呢 其实存在是文字模式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执行的环境 那这个环境之下呢 没有任何的人机界面 你不可能用滑鼠去跟它沟通 只用键盘 那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们称为它叫Council Council的字眼 你是说是查一下英文单字 那原本就是一个主控台 一个主控台 那原本上面很分析的这种所谓图形式 人机界面 那哪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呢 最常见是说我们在 执行程式 所以有时候面临到一些问题 我们可能会调出什么 我们可能会调出一个所谓 控制台 那个文字母 叫做什么 中文字眼 其实就是你下一个command 指令下一个命令提示员 那这个地方 其实你可以下很多的程式指令 比如说我们下一个pin pin一个那个IP 比如说140.12.35.101 也是这样这样 那你事实上你是在执行一个 所谓Council的应用程式 这Council应用程式 可能叫pin.exe 可是你没有看到 没有办法看到人机界面 那这是一个最简单 最阳春的这种程式的执行环境 那所以这类的应用程式呢 我们称为叫Council应用程式 那我们首先呢 这个topic主要是谈说 怎么样开发一个 快速的开发一个 所谓那个Council的应用程式 也就是稍微谈一下Cshop 怎么样透过Cshop来执行 来写一个Cshop的程式 让它执行在这个所谓 Council环境下 文字模式之下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设计的环境 需要什么东西 首先呢 因为这种 我们用Cshop写定用程式呢 其实跟典型其他的像C C++ 所编译的程式 执行的环境是不太一样 我们用Cshop 所执行出来的程式 写出来的程式呢 它称为叫managed code managed 有管理的code 那有管理的code 意味着什么东西呢 这个程式执行呢 不是直接拿那个PC 直接来执行 它必须要一个平台 那这所谓的平台 到底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有常看到 比如说你去下载了一个 所谓Java 寫的应用程式 Java的应用程式 它一样 党名都叫EXE 对不对 可是呢你需要安装一个 所谓Java Virtual Machine 在你的PC上头 那这Java Virtual Machine 其实就是一个平台 所以同样的我们用Cshop 不是用C 也不是用C 不知道是不是写的 是用Cshop写的 那Cshop 并译之后呢 它其实是称为叫做 刚才我讲的managed code managed code 那它是执行在一个 所谓平台 什么平台 叫做单内framework平台 那我们看到的 就在这里头 所以呢 你今天要写Cshop 用程式呢 你必须有这个平台 可以在上头 撰写程式 执行程式 那它的名称 叫做单内framework 那单内framework 原则上呢 是微软 微软它的PC 它Windows的作业系统 之下它所产生的 那 事实上如果说 你的电脑是Macintosh 或者是说 那个Linux作业系统 事实上你也可以安装 这个单内framework平台 就有点像 Java Virtual Machine 它可以安装在各式各样的PC上头 各种电脑上头 那只要有这个平台呢 那个相关 那类的应用程式 就可以再上头 所以我们原则上 Cshop应用程式 需要一个平台 叫单内framework平台 那早年在Windows XB的这个 这个注意系统之下 是没有这个 单内framework平台的 你要额外 透过网路上 及时安装 那现在大概 Windows 8 Windows 10 原则上 它其实都有单内framework平台在上头 只是可能 你今天在执行这个Cshop 编译出来应用程式的时候 它可能 target的这种 那个平台的版本 不太一样 这样而已 那我们目前最新的是 单内framework 4.6 可能4.6.2 这类东西 那原则上 这个平台是 我一种它提供了 所以你不需要去买 原则上 你可以从那个Microsoft 那边直接 download下来 那 download下来不只是一个平台而已 它其实包含了 在这个平台上头 要开发的这些工具 范例 文字 说明书 都在上头 所以有各式各样所谓的 我们刚才讲Manager the Code Cshop是Manager the Code 那它就要提供这个 程式的所谓变译器 Compiler 这字眼稍微把它理解一下 我们称为叫做 原始程式的那个 编译器 编译器 那编译器早年 可能大家在有些时候 有些同学可能小时候 有些时候学过BBVV 那VMe呢 它是直译器 Interpreter 那编译器 完全就是把你的原始程式 把你的原始程式 原始程式 完全 编译成机器码 那机器码呢 就是这个 那个 电脑可以辨识的 那我们称为叫编译器 所以download framework里头 你下载之后 安装之后呢 原始上就有各式各样的编译器 那我们的Cshop编译器呢 Cshop 这个字念成Cshop 那它的编译器 党名你看 也是一个console的应用程式 它叫 Csc.exe 这是Cshop Cshop compiler的意思 那除了这个编译器呢 还有其他的编译器 比如说像 VB.NET VB.NET 就是一些程式 我们称为叫command line command line command line就是你要下指令 在文字模式下下指令 这种应用程式 那utility 还有呢 跟这个平台相关的这些 所谓的白皮书 white paper 那还有 因为你可能用Cshop 用VB写程式 它提供很多的simple code 范例程式 那还有各式各样 在这个平台上头 能够呼叫 能够使用的 我们称为叫library library不是图书馆 library在我们soulware的领域里头 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程式库 程式库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应用程式 台湾都强调所谓 物件导向的 物件导向的 object oriented 所以通常这个library里面 就是所谓 那个类别库 class class 称为叫类别库 那逐渐的这些字眼 大概我们后的课程 都会稍微提到的 所以so far你就了解一下 这个平台下来 不只是平台本身而已 那还有那个各式各样的 这些所谓那个 程式的这些程式库 让你的程式 让你写的cshop程式 来呼叫它 直接那个 呈现出比较那个 高阶的功能出来 那当然还有包含 各式各样的相关的 这个文件 好 那我们是不是要自己 独立需要安装 其实不需要 如果说你今天呢 有安装一些 开发工具 那那个开发工具 其实绑在这个平台上头 那些开发工具 自然而然就会 下载 好 而且安装这个单内 FM平台 所以单内FM平台 你不用自己 额外再去安装 那我们学校呢 其实有花钱 买了这些 程式开发工具 稍后 我会稍后跟大家 大概介绍 所以呢 如果说你有一些 commercial product 就是一些产品 这些开发工具 它通常会自动的安装 这些平台 好 这单内FM平台 那我们现在最新的 大概是单内FM4.6点多 那我们简称叫做 单内FM4.6的SDK SDA Software S是Soware 软体 Development 开发 Kit 就是软体开发的 这套件 那我们今天在使用 在课堂上 会用到的这些工具呢 因为学校有买正式版本 那我们用的是 比较高阶的 那事实上 如果说你自己没有钱 没有钱 你也可以去下载米绘版本 这个米绘版本呢 称为叫做Visual Studio 那它的版本是 2015 2015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会用的 我们现在学校里头 有的是Visual Studio 2015 它其实是Professional版本 就是专业版 那如果说 当然要钱了 那所以我们学校 要付很多的钱 给这个Visual 那如果说个人要用 或是其他的朋友要用 没有花钱买的话 你其实可以下载 Microsoft 它提供的叫做 一个版本 叫做Visual Studio Community版本 它是free的 所以实际上呢 如果说 你安装 你去去发钱买 或是安装了这个Visual Studio 2015 自然而然 就是DoneNet Framework 这些Compiler 这些编译器 这些相当东西都已经 会在你的软体系统 你的作业系统里面 ready 那接着呢 我们在开发城市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所谓 城市开发的这些环境 这个环境 那这个环境呢 一般而言呢 我们现在使用的环境呢 就不会说用好多的这些工具 我们基本上就是希望一个工具呢 能够整合所有的功能 城市开发的所有的功能 那我们称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称为叫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主要叫IDE 那IDE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一种工具软体 一个工具软体 那这工具软体 只要能够提供什么 提供城市编写 对不对 你城市要编写 要打字嘛 编写 然后呢 要提供能够编译的功能 这环境里能够有些指令 让你能够编译 编译完了之后呢 我们城市不会一开始写就对的 所以编译完之后 通常我们还要做 除错 做除错 所以如果这些功能呢 都整合在一套 软体工具里面 那我们称为 它是一个IDE的工具 IDE的工具 那IDE的工具 当然你可以花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Visual Studio 简称Visual Studio 2015 这是我们学校的花钱 它就是一个所谓IDE的工具 让你开发什么 让你开发 单内FMW的应用程式 那当然你要花钱买 或者说 免惠的 像刚才我讲的Visual Studio 有一个版本 2015一个版本 叫Community版本 是微转提供给你们 可以自由免惠下载的 好 那 这些IDE工具里 至少要提供什么 刚才我讲的 它会下载一个 那个C-Sharp的编译器 CSC.1 它一定要有 因为这是主要 那个编译的程式 把你的原始码编译成 可以执行的 那将来这个执行档 就可以在Windows环境之下执行 那当然再来是需要编写 对不对 你要编写程式 那你用什么东西编写 如果说IDE有的话 那IDE一定有个编写环境 那你如果说IDE没有 那我们当然可以用 最原始 最阳春的这些 所谓文字编辑的 这些程式来写 像那个笔记本 或者是说 那个一些很阳春的 这些那个 打字文案的这些 那个程式都可以执行 所以任何的Text Editor 我们都可以用它来编写 C Sharp的原始程式 那这个Code 也是一个术语 我们就 只能叫Coding 你要做程式 你在打那个程式 叫Coding OK 那最简单当然 我们现在PC环境里 有多数就是Notepad 那个小作家 或者是笔记本 都可以 那当然比较高阶的 你也可以买的 你也可以下载在 在网络上 可以下载到Free的 像TextPad 或是Notepad++ 那这些所谓 免贿的这些版本 原则上 它都有针对程式开发 做了一些 额外的一个 那个这些功能 那原则上 我们大概不会用到它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想用这些 所谓Free的Resource 那你可以 在网络上找到 这些编写器 能够下载它 那 真正在网络上 除了这些 单一的这些 文字编写器之外 你也可以下载一些 ID的工具 有一些热心的这些团体 它提供一个 所谓 那个开源的这些 那个程式工具给大家 比如说有一个 有没有叫 Sharp Develop 它是免贿的 它也是一个 完整的ID 那当然它的功能 没有像 Visual Studio 2015 那样的分析 但是原则上 它也做得不错 所以你如果说 是 是微软 是邪恶的帝国 那你不想用它的 Visual Studio 2015 你也可以去 网络上下载上 Sharp Developer 这些 IDE的工具 现在做程式开发 所以它是 Source Forge 那Source Forge 就是开源程式 很有名的论坛 一个网站 通常在上头 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如果说你碰到一些 程式钻石上的问题 或者是说一些 程式开发的问题 在Open Source上 都可以找到一些 很不错的资源 那 另外 刚才我讲过 你可以下载的Visual Studio 就是Community版本 那是Visual Studio 提供给大家免费的版本 它是免费版本 那当然 或者像我们现在 我们 我们会使用的是 Commercial的Product 我们学校有花钱 买了Visual Studio 201 Professional Buyer 这是我们要用的工具 那这工具在哪里呢 比如说 如果说你在家里 要自己开发的时候 那我们呢 必须有这些工具 安装 那学校的 学校有提供 这个下载的这个环境 我稍微看一下 如果说你要下载Visual Studio 2015 那个Position版本 你可以 到我们学校网站 好 那打一个 myntu 台大路口网站 然后 我们有校园 资源的这些 网页 那有个 给计中全校版权 软体下载 那下载的时候 当然你需要用你的那个 计中的账号 跟密码登入 登入之后呢 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软体 可以下载 那麻烦大家注意一下 你要下载的是 所谓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那Visual Studio 那安装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如果说你要 布置这个环境的话 早一点去下载 下载之后可能 ISO的一个File 这个光碟的音像档 然后解压缩之后 按不就办的安装 安装之后 如果说需要 所谓输入那个 产品金鸦的话 金鸦在这个地方 所以麻烦你们自己回去的话 自己把那个这个环境 建置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用C-Sharp的应用程式 可以开发哪一类的应用程式 第一种就是说 WIN的Application 刚才我讲过就是WINFORM的 WINFORM 然后呢 WINFORM的应用程式 有人机界面 有这种人机界面 好 那这是将来我们耳后的程式 语言 那个 或是一些作业 必须要 要主要要开发的 应用程式的类型 就是WINApplication 那另外 我们要先介绍 就是Console的应用程式 刚才稍微介绍过 它是纯粹文字模式 它是透过所谓的 命令提示员 这个视窗 这个作业环境下去的 就是Command Promise 这个环境下执行的 好 那 所以同证 只要同 从那个WINFORM的视窗内 都可以执行它 好 那你如果说呢 想要在任何一个目录之下 执行一个所谓 这些应用程式 那你其实 因为我们知道 档案其实是在那个电脑里头 其实是分门别的 放在一些目录纸 目录之下 所以你要 联名带信交 要把所有的PASS 这些那个 档案的路径 全面打出来 那就很辛苦 所以通常呢 你可以那个 把它呢 设它的PASS 稍后我们有机会 再跟大家介绍好了 所以呢 这类所谓Console用程式呢 就是所谓命令提示员 可以执行的 或者你也可以 因为在Visual Studio 我们有安装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它其实也有Command Prompt 可以在上头执行 也就是说 Console的应用程式呢 一定要在 借助一个所谓的 另外一个 那个指令的平台 Console的平台 才能够执行它 这两个程式 我们其实都会接触 那另外 C Sharp应用程式 还可以针对一些 像那个所谓Windows Form 那Windows Form 其实现在 大概市场逐渐 逐渐越来越小 那早年它有所谓的PDN C Sharp呢 可以用它来开发 所谓的手机的应用程式 那当然它可以开发 网易应用程式 不过网易应用程式 不单纯只是用C Sharp开发 通常还会 使用到一些 所谓那个 Markup Language 像HTML Markup Language 做人机界面设计 那背后的这些程式 如今才会用C Sharp学 所以上这些Web Application 俗称叫做 网页应用程式 网页应用程式 Smart Device 指的是像一些平板 或手机 所以可以用C Sharp 开发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 然后呢 再来从Windows 8的时候 Windows 8的时候 作业系统的时候 像我们现在最常见是Windows 10 那它还有一个模式 就是存在像 那个平板电脑的模式 那我们称为这一类APP 也叫做Metro Metro 或是Windows Store 或者叫Windows Store 的Application 那这个Application 也可以用C Sharp写 但是呢 不单纯只是用C Sharp 它还加上一些 所谓Markup Language 这个ZAML ZAML 就是Markup Language 那作为人机界面的设计 那此外呢 你可以用C Sharp 来开发一些Add-in 就是所谓正义的模组 比如说Office里头 有些正义的模组 软体也好 比如说Word 你可以加一些模组进去增强 那Word功能 或是PowerPoint 你可以写一个所谓Add-in 的这种程式 那这个程式呢 其实你可以用C Sharp 所以C Sharp的程式语言呢 在整个Windows环境之下 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器 类型的这种应用程式器 都可以开发 所以这种Alliance 配合就是Win Office这些软体 能够执行 那另外呢 如果说你有在玩Xbox 像Xbox Xbox One Xbox 360 那程式语言 你可以用C Sharp 来开发 那当然它可能还需要 借助其他这些 环境的一些组件 才能够执行 那另外有些同学 也可能在玩Robot 那微软呢 也有提供一些 Robot Studio 这个工具 可以协助所有这些开放 那配合Xbox 有这些Connect Connect 就是那个 人的姿态追踪的 这些那个 那个Sensor 还有那个影像的 这些Sensor 那它的这些 所谓软体套件 一样 都是可以透过 所谓C Sharp应用程式开发 所以原理上 C Sharp应用程式 是属于比较高阶的程式语言 它能够开发的应用程式呢 它涵盖在 所谓Windows作为系统 各个程式的这些 设备 还有那个平台 那原理上 我们学习 那CurveLine 大概原理上是两类应用程式 最开始的时候 会谈一下 这个Console应用程式 那之后原理上 原理上 大概要做的 3 原理上都是所谓Windows Form 就是有人机界面 那 透过滑鼠操控这种应用程式 好 那我们接着首先来演练一下 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一个 那个所谓编译器 来编译一个最简单的应用程式 所以我们准备用C Sharp Command Line的Compiler 那用NodePad 来写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式 那当然我们要知道 我们确实有Compiler 那再来我们只要说用小 那个笔记本 你就可以写一个C Sharp的 那个Console应用程式 好 所以我们准备产生一个非常简单的 可以执行的那个应用程式出来 那应用程式呢 在之前我们称为叫App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通称叫Soware 就是软体 对不对 它是一个软体 那我们的数理用的 会叫Application 那但是在DoneFMaker里头 当你编译完一个东西 可能可以执行的 那或者可能是必须 由其他层次呼叫的 我们都称为叫Assembly Assembly什么 Assembly就是组件对不对 组件 尤其在我们机械里面呢 有些零件跟零件装在一起 就是Assembly 次组装组装 好 不要紧张 这个字眼意味着说 它其实是一个套件 一个软体编译之后的一个套件 那我们首先来查看 如果说你有安装了Visual Studio 2015 那原则上 你的电脑里面就有这个稀效的编译器了 那稀效的编译器 如果说你没有额外把它安装到别的地方 它by default 它是在你的那个吸叠之下 吸叠呢 变成是Windows Windows 主要是那个作业系统的Folder 对不对 那里面有一个Microsoft单内 所以这就是一个单内的平台 那平台之后呢 就是指的是Framework的平台 那我们现在版本呢 是那个 那个Vusion是4点多 所以在这个4点多多多的这一个 那个Folder之下呢 有这个C Sharp 编译器 所以首先你要知道它的路径 那将来我们写一个 写一个 譬如说XX.txt的程式 对不对 那你要呼叫它 又呼叫它 来把它编译 编译完之后就得到一个执行的 所以这样 程序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你的电脑 如果说是那个64未远的 它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Framework 64 64 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老师这边的电脑 大概它的 它的位置 好 稍微看一下 所以我们很快看一下 C Windows 作为系统 那有一个Microsoft Donet Microsoft Donet Donet的平台 那有framework 刚才有两个 对不对 一个是framework 或是framework 64 那之下呢 会有一个版本 V4点多 最新的这个Donet Framework 4.03的这个平台 那之下来查查看 有没有一个那个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编译 那个程式 你看到VBC 就是Visual Basic 的Compiler 那CSC 应该会 应该在这 那CSC 在这地方 所以 首先你要知道 你的电脑里面呢 有这个C小编译器 有这个C小编译器 那比较麻烦 将来你要呼叫它 是整个路径都要拷贝过来 好 那当然 整个路径拷贝过来也可以 好 那或者说呢 你怕打错字 你其实可以在 那个 你的 你的作业系统之下 设一个所谓系统的变数 那这系统变数的名称叫pads 把这个路径呢 把你所在的路径 把它设为pads 那这样你任何地方 都可以打这个CSC.exe 那有些同学如果说 对那个 电脑的操作 比较熟悉的话 应该可以这样 不过不要紧 我们首先知道 我们的那个编译器在哪里 那 我们把路径拷贝起来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你将来要用到 你将来要准备用这个CSC 要执行CSC.exe 对不对 你要执行它 不是随便打一个字 这样下一套就执行 它 前面有一名道性 叫到底在哪边 下来你都要全部打 所以应该上的路径是在哪边 那我们看到的 就是所谓 C 冒号 Windows 这整套都要打 才能够打到它 好 现在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文书编写器 像那个 祭司本 那我们就写一个 C-Sharp的 Console应用程式 那我们呼叫这个C-Sharp编译程式 编译看看 那看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执行档 好 所以我们现在档案做的是使用最简单的 编写器像 对不起 我们用最简单的那个Editor 就是那个祭司本 然后呢 我们要找到那个C-Sharp编译器编译看看 那这个档名呢 原始上我们拿到的是TX 对不对 但是最好你是可以把它命名 副档名-7S是比较好的 因为大家我们就知道它不是纯文字档 它是C-Sharp的原始程式 但是没有限定一定要 互党一定要点C-S 没有必要 所以编译器不会给你挑的 编译器只要说你给了一个档案 那原始上就可以给你编译 合华的话 就可以得到一个应用程式这样 好 那我们首先 我切换到桌面 好 好那我们suppose 我们调出 记事本 那程式的范列呢 就是在左边这个地方 看一下 好 那其实有几行程式就可以了 我这边做简单 你可以全部把咖啡进来 贴进来 好那原始上 老师透过打字 让大家很快的验证一下 它是OK的 usin usin 大消选有差别 system 然后一个class 好 那我们称为这样 simsimple 其用sole app 那记得 这些大括号呢 其实都是程度出现 你打字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做一个trigger 然后再来 可以用一个indent 一个缩头 static 这个Q都不能打错 void main 好 接着呢 又有一个内存的一个大括号 我们就先把它准备好 OK 好 那其实里面最重要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string 小写哦 your name 好 OK 接着呢 我们要叫什么 console c-o-n-s-o-l-e 点 w-r-i-t-e right 好 接着呢 下一行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t-e-s-t-i-m-c-s-e-s-t-ing 鑭的号 one two three 鑭的号 1 2 titles raj 绝 and p-e-s-t-e vs iger enter your name 好 好 双引号 右挂号 封号 结束 这不能打错 少一个用程式就不会让你过了 那再来 your name equal 等号 事实上将来它不是个等号的意思 今晚sole console 又来又出现了 read read l-i-n-e read line 你光看这些名称稍微可以猜得出它在做些什么 稍微我们再看一下 接着 我们这边用 console write 代表 r-i-t read line hello 清探号 诶 这边有一个0 0 这是0 这不是over号 清探号 不是 那个双引号 接着呢 清探号这边 双引号 那 小写号 我要 your name 文号结束 好 再来呢 console read the line 好 那不要紧了 我们有多了几张的空格 其实这些空格都不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把它delete down ok 我现在写了一个 c-sharp 最阳春的原始程式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几个keyword稍微注意一下 有什么using啊 那昏号啦 class啦 那aesthetic啊 void main啊 然后一个大根 还有stream 好 那我们就把它save成 另存新档 我们把它存成一个档名 桌面 除去在桌面好了 桌面我称为叫做first first f i r s t first c s 大写 first c s 大写 first c s 大写 最后你是存在桌面 存在桌面 存在桌面 那我们把它存档 cs first c s 存档起来 好 那不要紧 这个原先我已经有了 就把它存档 所以目前桌面上有这个档 好 有这个档案 接着我们就准备要找出什么 我们要找出c-sharp的编译器 c-sharp的编译器 那执行这个c-sharp的编译器 得到一个应用程式 那c-sharp的编译器 你要粘名带性交 它放到哪里还记得吗 上次我们讲说 要放在这个所谓的 Windows c-sharp的编译器 整个路径 c-sharp的编号 Windows Microsoft 那我们首先要找到它 好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 准备调出什么 我们准备调出那个 命令提示员 cnd 打一个cnd 命令程式员 好 接着 所以你看 要注意哦 这个命令提示员 你现在所处的目录是在哪边 在c users IEFC 这是老师的那个 使用者名称 那你可能有自己的名称 那我们首先要到哪边 要到desktop 你看哦 你如果下一个 其实这是一个所谓 豆子式带动指令 下一个dir 再查看那个档案 查看目前在IEFC之下 有哪些档案 一大堆 那目前你看不到一个forcecs 因为等下 你的forcecs.t 其实是在桌面 对不对 所以你要再下到桌面下去 你看哦 我记得cd 代表change directory 这个指令叫cd change directory 到哪边 到目前IEFCYNG 这是你的使用者名称 在下面 下面的内定名称叫dextop 中文叫桌面 事实上 它背后的名称 就是英文 就是叫dextop 所以cd dextop 好 那就来到dextop 这时候你dir 掉出来 那来看一下 看有没有 那个txt的file 这个c它是代表万用之源 就是说任何东西 只要互档名是dx 都掉出来看一下 所以首先确定哦 确定 你现在是在这个目标 叫dextop里面 哎呀你确实看到 有看到一个firstcs.txt 在这个地方 那接着我们就准备什么 叫出csc 对不对 csc.exe 要执行它 好 我们enter下去要执行它 当然不会成功 为什么 因为csc.exe 你并不是放在desktop 不是在桌面 对不对 你现在没错 你这个东西在桌面上头 你这个firstcs在桌面上头 但是不是在这样 那我们必须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就要再 来看一下 我们的路径名称 那我的路径名称应该是在那个Windows Microsoft 所以我们再找一次 我们写的设法再找一次目录 那我们应该是在c Windows 那Microsoft MS Microsoft Microsoft Microsoft.NET Framework 64 然后最新办法是4点多 应该是在这个目录里面 好 那我拷贝这个 整个路径名称 拷贝加Ctrl-C 再回到Command視窗 那记得你的Command視窗 你的Command視窗 原则上是 我们刚才看一下 我们再重新来一次好了 我调出Command 然后记得我们上次要 cd cd dxt dext top 桌面上 oops cd dsk tlb 那dir 确定一下 有没有txt 我们确实有 forst cxtxt 在这个地方 那记得 csharp c compiler 他不认识 因为他不在那个目录里面 好 那这次我们已经 刚才copy到那个Ctrl-C拷贝 Ctrl-V贴进来 这是路径 slash backslash 倒斜线 backslash cxc.ex 这是我们编译器的地方 我们试着执行看看 那执行 有抓到这个那个程式 那他是ok的 那当然这个指令没有完备 我们要下 那个使用这个 c小编译器的指令给他 所以我们同样 拿好 你要再叫用 csc.exe 联名带信叫 那接着给他一个档案名称 那我们现在刚好 我们档案刚好在 desktop这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 first first cs.txt 好 所以我们就请这个 c小编译器 编译我们现在 当下在这个目录里面的 这个 这个原始程式档 那ok的话程式就过了 那过的话应该会在哪里 应该会在 desktop会看到到他 所以我们看一下在 desktop这边 修改结果 你会看到 确实有 firstcs.exe 就是刚才编译成功了 那我们执行看看 快压两次其实他可以执行 但是他会出现一个 所谓 console的那个 模式 好 所以程式就在执行 testing 1 2 3 Please enter your name 假如说 我们出租我们的名字 假如说 fc yang 好吧 你甚至再打一个 中文名称也可以 ok 那enter下去 好 他回复给你说 hello fc ok 程式就达成 所以我们 刚才演练的就是说 咦 我也不需要很分析的 visual studio 对不对 我只要有c小编译器 那我可以用 最简单最阳春的所谓 文案编写器 产生一个c-shop 因为是程式 那请这编译器帮我编译 编译完之后 就执行执行 就得到一个应用程式 那这个就是所谓console应用程式 最简单的做法 好 好 那演练到这边 高一个段落 我们回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呢 其实就稍微 跟大家稍微描述一下 好了 稍微描述一下 我们看一下 那电脑在执行程式的时候 原设计上要follow你的 指令一行执行 那我们先不管class 这个method而言 不管 原设计上程式就从这边进来 那进来这边代表说 你设了一个变数 有点像说 我设了一个 那个x x x是属于那个real number 数学上是这样讲 x就是你的变数 所以就是它的变数 那这个是 这个是实数 但是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unate是一个字串变数 它是一个变数 那console 那叫什么东西呢 就是那个文字试创 好 我请文字试创 打印什么 write 请它打印 那括号里面的东西 就是文案内容 所以你记得 它打印什么 打印了 你看 这个就是个testing 1 2 3 折行 这叫折行 这个是折行 Please enter your name 对不对 好 那意思是说 请那个文字试创 打印这张字出来 那接着呢 我再请那个console 这个家伙 read line 把那个使用者输入的东西 读进来 读成一整行 读进来 放到哪里 放到your name 所以刚才老师输入的 我的名字呢 它其实就放在这个变数里面 也就是说 你这个变数已经放了我的名称 接着呢 我们又请这个console 做什么事情 write line 所以我们呼叫了 这console 这个物件的功能函式 一个是write 一个是write line 一个是read line 那write line write出什么东西呢 写出什么东西呢 hello 好 那你的name 书的名称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这个旅游的name 就放在这个地方 大致而言是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呢 console继续等待你下一个输入 那下一个n 你下一个enter 直行下去 它就整个市场就结束 所以这个程式执行的过程是这样 那非常单纯 那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所以这个程式执行的时候 就会这样 那我再enter下去就结束了 那所以呢 我这个程式只要执行了 那我这次给它不同的名称 它秀出来 海道XXX 那再按enter下去 它就结束 所以这个是 这个应用程式的功能 应用程式上没什么 那只是让我们体验一下 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编写器 写一个c-sharp原始程式 只要我们有c-sharp的变异器 变异器 变异出来就得到应用程式 这应用程式就能够执行 好 那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 这个变异器 csc.exe 所以你必须要specify你的input 跟output的target 就是input 就是原始程式是什么 那output 你也可以再设定 把你的output 内定我们看到内定 对不对 内定就是一个ese 你的档名叫什么 主档名叫什么 它就给你一个主档名的exe 给你 所以它需要input的参数 那input的参数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那个sourcecode的名称 那必须 内容是c-sharp合理的那个语法 好 那我们刚才书的名称 我们称为叫first firstcs.txt 我们刚才看到 好 那这个课本讲书 当初用的是c-sharp 那副档名 所以.cs 那output呢 你可以设output的指令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output 不是叫做first.exe 对不对 你想要取不同名称 那你就要在这边设 在呼叫csc.exe的时候 你要给它不同的参数 那它就会输出成不同的名称出来 所以output呢 the name of the output executable application 所以executable就是可以执行的应用程式 那就是.exe那种档案 那所以你要加这个 所谓的那个修饰词 output修饰词 slash output 那给它output assembly name 你可以寻名给它 那我们再很快的简单做一个 验证 好你看哦 我这个地方是st.txt 对不对 如果说我要叫它强制说 你output叫做AAA.exe ok可以 我们要承证让它执行 好吧 out之后呢 对不起 out之后应该是还要再冒号 out应该冒号对不起 我再看一下 好 那因为它错误 这个层次机 它没有找到output 我撒掉cs cs cs 好所以这次我们output194 变成AAA.exe 原始档名之前 好吧 它原始档案 它使用方式原始档案 必须要在前面之前 所以output要先讲 然后呢 再来 FIRST cs.txt 来一张 就output你要先规划好 那这个指令用完一张 好 那ok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有得到一个 又有了 AA.exe 好 那我们执行它 一样的结果 好 一样的结果 所以你在用这个指令的时候 有不同的用法 那通常 Eventually将来呢 你在做你的作业 大概不会用到它 我们现在只是要了解一下 如果说 你没有很高级的ID 的工具 那你要自己呼叫它 你要熟悉这个指令的用法 好 那另外呢 因为刚才我们编译的结果 是说 console应用程式 如果说我们给你的一个原始档 是要编译成WinForm 就是有的人机介面 怎么办 就是target要确定好 所以内定呢 Default就是内定 就是你不要给它 target的这个修设词 就是 也就是说 console应用程式 那你如果说要给它 是Windows应用程式 那你要给它下这个指令 Target Win Win Execution Executable Code 那或者说你的程式 其实只是编译 没有办法单独直行 是一些程式库 专门给别的程式铺夹的 那这时候你的target 就要写Library 那或者说你纯粹是要包装用的 这样的程式 安装是要包装用的模组 有不同的target 那不用管它 我目前的target最常见就是exec 那这是内定 你不用伸任给它 那不然如果说是试创 你就要给它一个WinExec 这个指令 好 那这个表格呢 是列出这个指令 csc.exec 这个那个csc.exec 它用的这些用法 另外用法 up 刚才我们看过 target target有几个类型 Marge 或WinExec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原则上呢 我们不用bother这些 原则上我们使用 像vgc.id 它是非常方便 都帮我们处理得很好 好 那 好 我们go to the directors or the source code 然后issue 这个command 像刚才我们 就跑到桌面 到桌面去 然后呢 下这个指令 csc 那后面的 exec.exec 可以省列掉 exec 可以省列掉 那是不是要设target 这个都一包一包 都up to you 甚至target 可以再简化成 点 slash t就可以 那output 刚才有看到 output 所以output 这些参数设定 都要放在前面 然后再来是 最后是放你的原始程式 这是你的原始程式 假设原始程式 或者是 点cs 这是它的用法 那程式里面呢 我们看到原始程式里面 没有用 没有宣告说 我们用很多的dl 博士内定就有 所以事实上 你刚才程式 其实要用到这一包 Microsoft Core Library 核心的Library dl 但是不需要在原始程式里有写 因为它内定就包进来 所以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刚才demo我们就试验过 我们就不用再进行 好 那来看一下这个原始程式 就C小原始程式 我们刚才其实有写的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所以C下本来是一个 case sensitive的这种程式语言 什么叫case sensitive 大小学有差别 你刚才看到的man 其实是大学开头 如果说你的印象的话 小学就不行了 我们试试看 如果说我刚才的文案 刚才的文案 刚才的文案 或者是C的文案 如果说 你看这是大写 我如果说改成小写 我再把它save 起来 那我同样 我们调出这个指令来 这时候我们CSC 对不对 要编译它 那变成AA.1 我们这次稍微改一下好了 以便确定它 它确实是有产生 改成bbp.exe 对不对 编译它 好 程式编译下来 没有过 没有过 你注意错误性算L 你看L出来 程式会包含 适合作为进入点的静态man方法 所以他找不到man 他们找到一个man 这个找不到man的方法 所以方法其实就是function或是math 所以这里头就不能随便打 所以大小雪有人 那我再打一个man 更正它 出称起来 那我们同样再叫出刚才的指令 上下键 那我们这次是打算产生一个直系团 叫做bbe.exe enter下去 OK 没有任何抽出性能出来 那你再查看一下 那个 这个档案 bbe已经有出现在这边 一些是OK的 好 大小雪有别 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 一样 这里面的韩式一样 里面 那个叫做readline 就是一个字 每一个字要大写 要大写 大小雪就有差别 你不能写一个小雪readline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word 是不能随便乱改的 所以所有的cshop 他们的这些keyword 都属于叫keyword 那通常是小写开始 通常是小写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 有class 对不对 是小写 那以后你会看到public log 00种种 这些都是小写 那还有一种叫namespace type datatype 还有这些member的成员 它都是initialized capitalized letter capitalized letter 就第一个字会大写 像我们刚才看到 第一个字大写开头 韩式名声或类别名声 都是capitalized 但是中间没有空格 就是透过大写来区隔开 每个word 区隔开 and have capitalized the first letter of any embedded word 像刚才看到 console 这个console是大写开头 right 是一个字 大写开头 line 是另外一个字 大写开头 中间不能空格 至于点就是一层一层下去的 不能掉 那system 点 大写 Windows 所以我们稍微制造一下它的convention 就是csharp 这些linguities 它的convention 将来我们 赚起程式的时候比较容易辨识它 那csharp 有哪些 所谓资料的形态 大概有五类资料形态 稍微 现在初步有一个理解 将来我们都看到它 class 类别 资料形态有一个叫类别 职业叫类别 不是教室 叫类别 那这些类别呢 其实在整个城市界里面 就是大家公认的 就是要支援物件导向城市设计 OO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er language OO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刷酒 结构 它大概有五类的一个 那个资料形态 五类 那它是从那个c 时代流就有 所以原则上csharp 本来是从c 演变过来的 那其实跟c 有百分之代 七八字是类似的 那另外一个叫enumeration enumeration enumeration就是列举 列举 列举 那列举的用途 其实是在做一些选项 使用上的 这都是比较清醒的 那它也是c programming language 就有的 再来有interface interface其实也是在 支援物件导向用的 它keyboard就是在interface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按它 还有delegate delegate就是 韩式的指标 就是说将来 任何一个城市执行的时候 有很多的韩式区块 那这韩式区块呢 其实可以透过 位置 在记忆的位置 我们可以去呼叫这个程式 叫delegate 那so far 你大概记得 有这五类就好 将来我们有机会 会针对每一个东西 会再谈论它 好 那程式的这些运算的逻辑上 都是要包含在一个type里面 就是这个方法里面 好 那所有的data member 就是资料成员 还有这些方法 那通常是包在一个 所谓类别里面 或是结构里面 那我们称为叫 member 像member 那member里面呢 能够执行的程式 我们称为叫做member function 叫member function 这后的术语 我们会再看到它 像 你会看到有一个main function 对不对 我们再check一下 我们刚才讲说有type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type 这就是一个type class 所以你自己取名字 这是一个type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method 或是有一个function 这个方法 是属于这个type 这个datatype 叫class 叫做simpleCounsel Application 所以这个方法是属于 simpleCounsel Application 的范畴 大致而言是这样 而后我们会再细谈它 然后呢 所以在c-sharp里面 没有一个所谓的method 或function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交互使用 有时候称为叫method 那数学里的我们称为叫funnel 这两个其实在微软 dine framework里头 它是互通的 funnel就是等同于method 那只是微软比较prefer 用method 方法 中文叫方法 然后呢 function呢 我们中文叫函数 那事实上呢 在程式这些项目 我们会把它剪成为 叫函式 函式 比较容易 那也没有global data 这种所谓global就是 任何一个函数都可以使用到的 都可以呼叫的函式 叫做global function 任何函数都能够呼叫的data 都能使用的data 叫做global data 那c-sharp都没有 c-sharp的function跟data 一定一定 一定是包含在一个type里面 也就是包含在一个物件里面 那man function呢 它其实是整个程式的切入点 进入点 entry point 我们称为叫entry point 然后呢 它一定要定义在一个 刚才一个type里面 所以刚才看到 我们man function呢 是程式的入口 但它一定要在一个类别里面 包在一个类别里面 包在一个类别里面 包在类别的class里面